这是一起直面人性善恶的谋杀案 凶手 死者 目击者 目击者的家人 甚至牵扯进案件的无辜者 都表现出了极为复杂和真实的人性 看完让人不禁颜面唏嘘 故事还要从一通报案电话说起 这天深夜 东京警局接到一个报案电话 报案人语气惊慌地表示 自己看到有个女人被人勒住了脖子 请求警方尽快赶到现场 否则那个女人很快就要死了 接警人员立即联络同事赶往现场 并要求报案人留下自己的姓名和地址 方便事后配合警方调查 谁知 报案人突然挂断电话 明显不愿透露自己的身份 等警察匆忙赶到现场时 还是晚了一步 受害人已经被人勒死 凶手也不知所踪 警方很快确认了死者身份 对方是一位名叫丽子的大婶 曾有过多次勒索前科 丽子的本职工作是一名插花老师 由于工作关系 她经常被一些富家太太 邀请到家中交手插花 丽子便利用工作之便 探听这些富太太的家庭隐私 一旦抓住把柄 她就会对雇主进行敲诈勒索 警方随后找到了丽子的住处 发现其家中被人翻得乱七八糟 但奇怪的是 珠宝首饰之类的贵重物品并未丢失 只有丽子平时使用的笔记本电脑被人拿走 办案经验丰富的诱惊警官据此猜测 杀死丽子的凶手 很可能是他的某个勒索对象 对方在杀完人后又来到其家中 想清理掉相关勒索证据 以消除自己的嫌疑 这才带走了笔记本电脑 由于丽子是个惯犯 被其勒索的人不在少数 排查起来非常困难 所以佑金决定先从报案人着手查起 希望这位目击者 能提供更多关于凶手的线索 随后佑金和搭档神户 仔细听了当晚的报警录音 发现报案人应该是个半大的男孩 命案现场在一栋写字楼附近 一个半大的孩子 大晚上跑到那里去做什么呢 为了查清目击者的身份 佑金和神户重新回到命案现场 并在附近发现了一间 专门用来拍摄证件照的快照亭 快照亭里掉落着一张购物小票 根据小票上的信息 两人又找到了一家便利店 据店员交代 案发之前 确实有个男孩来店里买过文具 还打印了一份自己的简历 佑金据此对策 这个男孩就是报案人 对方突然跑到命案现场附近 应该就是为了拍摄 贴在简历上的证件照 根据便利店的监控视频 佑金很快确认了报案人的身份 对方是一个名叫小川的初三学生 佑金和神户随后找到小川家 面对突然到访的警察 小川显得既紧张又诧异 由于母亲正在家中养兵 小川没让两位警官进屋打扰 只是站在门外简单聊了几句 据小川交代 确实是他拨打的报警电话 但他并不认识死者 昨晚的凶手穿着一件 脱到脚踝的黑色风衣 并用衣帽遮住了面部 他完全没有看清对方的样子 甚至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 正是因为觉得自己提供不了更多信息 所以小川当时才没给警方 留下自己的姓名和住址 佑金和神户见小川提供不了更多线索 只好准备打道回府 但两人都觉得对方的态度很奇怪 像是急于撇清跟这件凶杀案的关系 对于当晚的实际情况 似乎也有所隐瞒 神户随后对小川的背景 展开了进一步的要查 发现对方并不是东京本地人 两年前小川的父母离异后 小川便和年幼的妹妹 跟着母亲一起搬来东京 投靠了姨妈 但姨妈自己收入微薄 根本提供不了什么经济上的帮助 小川一家人的生活 因此陷入了极度困难的窘境 只能依靠低保 勉强维持生计 所谓福无双至或不担心 从去年9月份开始 小川的母亲又突然卧病不起 从小川的姨妈口中 神户警官还获知了一条重要线索 对方曾好几次撞见小川和栗子 在窃窃私语 而小川此前在接受问询时 称自己不认识死者栗子 看来明显是撒谎了 神户警官随后找到小川当面对质 小川承认自己撒谎了 并交代了撒谎的原因 原来去年9月份 他曾在附近的超市里 偷过一副扑克牌 结果刚好被栗子撞见 勒索成性的栗子 随即敲诈了小川一顿饭钱 小川此前面对警方问询 担心惹祸上身 自己被当成凶手 所以才隐瞒了 他跟死者认识的事实 听了小川的话 神户感到有些疑惑 对方为什么要冒险 去偷一副扑克牌 那玩意儿既不值钱 又不能当饭吃 小川对此解释称 他们一家三口依靠低保生活 任何一笔花销都要记录在案 社保局的工作人员 每个月都是登门查证 像扑克牌这样的非生活必需品 原则上是不允许购买的 自己一时贪玩 所以才冒险偷了一副牌 尽管小川的解释合情合理 但谨慎的神户还是去了趟超市 想验证一下对方的说辞 结果超市经理告诉他 自己的店里从来没收买过扑克牌 看来小川这小子又一次撒谎了 神户回到警局后 将自己的发现告知了佑金 佑金也将自己查到的线索 同步给了神户 今天早些时候 他去拜访了小川的中学 从雪茄老师口中 佑金得知小川因为家境贫困 又是转校生 经常遭到熊孩子们的嘲笑和欺辱 小川每次都以暴力还击 所以经常被叫家长 但从去年9月份开始 小川就突然安分了很多 无论被欺负的多惨 都选择默默忍受 再为还手打过人 神户立即注意到了 一个相同的时间节点 小川口中的偷盗扑克牌事件 就发生在去年9月份 而他的母亲 也是在这个时候突然病倒 恰在同一时间 小川在学校里安分了很多 一切都太过巧合了 还远不止如此 佑金在学校调查时 发现走廊里都安装了监控探头 这在日本的学校中非常罕见 学校老师解释称 去年9月份 学校里发生过偷拍事件 当时 学校正在举办文化节 有很多表演活动 女生们在更衣室更换衣服时 发现里面被人偷偷安装了摄像头 为了避免此类事情再度发生 学校才特意在走廊里安装了监控 更巧的是 死者栗子受邀参与了 学校文化节的鲜花布置工作 负责对接栗子的教师告诉佑金 偷拍事件发生后 栗子说过一句很奇怪的话 她说 偷拍的人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 说这句话时 栗子的神情里充满着确信 她好像知道偷拍者是谁 并且 既然栗子参与过学校的活动 她和小川应该是在学校里就见过面 那么小川为什么要谎称 自己是在偷盗扑克牌时 被对方撞见了呢 两人之间究竟有什么瓜葛 就在佑金和神户 对着这些千头万绪的线索 不得要领的时候 警局的其他同事又排查出了一名重要嫌疑人 对方就是被死者栗子勒索过的方太太 方太太家境优渥 老公方先生是个上门女婿 就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 方先生突然离奇失踪 方太太当时对外宣称 自己的丈夫去了一家美国的研究所任职 可警方经过查证 发现这家研究所里根本没有方先生这个人 警方由此捋出了一条推理逻辑 方先生很可能遭到了妻子的杀害 而死者栗子知晓了这个秘密 并开始肆无忌惮地勒索方太太 最终被不胜其烦的方太太杀害灭口 方太太坚决否认自己是杀人凶手 并强调自己的丈夫还活着 据他交代 就在去年9月份 方先生突然抛弃弃家 跟别的女人私奔了 好强的方太太不想被人笑话 所以才谎称丈夫去了美国任职 警方还没来得及验证 方太太的证词是否真实 小川就突然跑到警局 声称自己想起了一条关于凶手的重要线索 据大回忆 凶手应该是一名男性 因为对方在行凶时 手腕上戴着一只男士手表 由于缺乏直接证据 再加上目击者小川证实凶手系男性 警方只好放走了方太太 不过敏感的神户警官注意到 方太太和小川擦身而过的瞬间 两人悄悄对视了一眼 明显互相认识 神户不得不怀疑 小川是为了给方太太洗脱嫌疑 故意再做伪证 可问题是 在此前的调查中 警方已经确认 小川一家人在东京唯一的熟人 就只有她的姨妈 小川和方太太之间没有任何交集 又为何要替对方做伪证呢 就在神户警官疑惑之际 见证客带来了一条新线索 警方在死者栗子家中 发现了一些细小的玻璃棉 应该是凶手翻找东西时留下的 玻璃棉是一种人造无稽纤维 一般只用于隔热 吸音等建筑材料 由此可见 凶手大概率是一名能经常接触 玻璃棉的建筑工人 此外 佑金在栗子的社交账户上 发现了一张拍摄于案发前一天的照片 照片的场景是栗子的书桌 细心的佑金注意到 命案发生后 栗子书桌上少了一本文化节的宣传册 正是去年9月份小川所在学校举办的那次文化节 也就是说 凶手不仅拿走了栗子的笔记本电脑 还带走了那本宣传册 佑金此前已经跟学校确认过 宣传册上 记载着所有为学校布置文化节场地的商家名单 其中就包括一家会用到玻璃棉的建筑公司 佑金据此推测 凶手可能就是女性更衣室的偷拍者 并且是这家建筑公司的工人 对方趁着给学校布置场地的机会 在女生更衣室里安装了偷拍摄像头 这件事刚好被栗子撞破 栗子逮着机会开始不断勒索凶手 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 现在只要到建筑公司调查一下 案件应该就能水落石出 佑金和神户随机去了建筑公司 公司负责人告诉两人 去年9月份 建筑公司派遣了一个名叫赤松的工人 前往学校帮忙布置现场 但不巧的是 赤松今天刚好休息 不在公司 佑金和神户检查了赤松的储物柜 并在里面找到了小川的证件照 应该是案发当晚 小川在目击凶案后 不小心遗落在现场的 与此同时 建筑公司负责人找来了赤松的照片 神户看完后顿感情况不妙 他认出了照片上的男人 对方曾经在小川住处附近徘徊过 显然已经盯上这个孩子 神户和佑金赶忙拨打警局电话 呼叫了支援 警方随即赶到小川家中 成功抓捕了 正准备杀人灭口的赤松 赤松倒也痛快 当场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案件告破后 佑金和神户注意到 小川的家里只有小川和妹妹 他们卧病在床的母亲 则不知所踪 在两名警官的逼问下 小川终于坦白了所有秘密 原来 他的母亲早在去年9月份 就丢下他们兄妹二人 跟一个男人私奔去了 而那个男人 正是方太太的丈夫方先生 小川其实早就发现 母亲一直在和方先生偷偷约会 但他实在不忍心揭穿和阻止母亲 因为一向郁郁寡欢的母亲 只有在约会时 才会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 可令小川始料未及的是 母亲最后竟然抛下他和妹妹 跟着方先生远走告飞了 那天 小川放学回家后 发现家中只有妹妹 以及母亲留下的一封信 懵懂的妹妹 还在傻乎乎地等着母亲回家 从那时开始 小川就暗暗发誓 自己一定要好好守护妹妹 可他尚未成年 没有法定的监护权 也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一旦被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发现 他和妹妹没有监护人 不仅他们的低保资格会被取消 两人还会被分送到不同的福利院 小川不想和妹妹分开 便对外谎称 母亲卧病不起 每当有社保局的工作人员 来家中调查时 姨妈就会假扮母亲躺在床上 好在每次都能成功 蒙混过关 但母亲和方先生私奔的秘密 后来被栗子发现了 栗子不仅借此勒索方太太 还开始向小川索要起母亲的 那份生活保障金 小川求助无门 每次只能接受栗子的敲诈 他原打算将这个谎言 维持到初中毕业 届时 他已到了法定成年的年龄 便可以找一份清洁工之类的工作 一旦有了稳定的收入 就能以监护人的身份 将妹妹留在身边照顾 现在距离初中毕业 还剩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小川已经在准备简历 可谁知 意外卷入了栗子被杀的案件 案发当晚 栗子尾随小川 准备再行勒索之事 结果被赤松意外截杀 小川成了目击者 为了继续保守母亲私奔的秘密 将妹妹留在身边 小川只能不断编造谎言 掩盖自己和栗子的瓜葛 不过 关于凶手是一名男性 在作案时带着男士万表这条线索 他倒是并没有撒谎 当得知方太太被当成嫌疑人 抓进警局后 小川非常担心 对方将方先生和自己母亲私奔的糗事 告诉警方 所以才努力想到了这条线索 给方太太启托了犯罪嫌疑 直到此时 本案的所有疑点才完全解开 佑金和神户都非常同情小川和妹妹的遭遇 也很理解对方守护妹妹的良苦用心 但小川还处于上学的年纪 应该继续去读高中 而不是独自扛下生活的重担 不久 两位警官还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为小川兄妹俩 找到了一家靠谱的福利院 妹妹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小川不仅能继续就读高中 闲暇的时候 也能经常探望妹妹 本期的故事来自于日本推理神剧 相棒中的一集 《男孩别哭》 是一个偏向于社会派推理的案件 案件本身并不复杂和技巧 但涉案的每个人物 都表现出了极为真实的人性 凶手的猥琐 死者的贪婪 目击者的本真 目击者母亲的良薄 无辜者的死要面子等等 这些剧中人表现出的人性特征 都能轻易地在现实中找到参照 这大概也是社会派推理作品 能够经常触动人心的原因所在吧 相棒目前出了20剂 总共讲述了几百个离奇案件 主要以行政和社会派推理为主 偶尔也会出现暴风雪山庄 密室杀人 轨迹谜局 倒许推理等本格推理案件 天成会陆续精选一些案件 将解给大家 希望小伙伴们能喜欢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吧 下期见咯 那把者就帮了 我死 Monday